好,歡迎收看今集的靈異村 又是村長和大家主持靈異節目的時間 今集,大家不用打卡了 因為今集是錄影來的 因為是假期的關係,工作人員要放假 所以今集是錄影了 但是這樣,雖然大家不能打卡算命 我為大家開一支簽,好嗎? 反正這個球籤牌已經絕版了 其實我基本上應該不會再推出 不過如果大家新衆要求或希望再推出 我就要重新設計,重新整個全筆一樣的球籤牌 我不會是頒這副的 所以其他過往有球籤牌的村民也會說 又有新東西 不過暫時還未整理 現在跟大家求支簽,好嗎? 我們求現在踏入七、八、九、七、八、九月 我們求這一季,七、八、九月,好嗎? 好,就是為我們村民雲苓村求的這些簽 好,開 咦,中平簽 我們還未有個中平簽 知道嗎? 即是可以很好,這個中平簽 那還好啊 平平的,不要大跌 我都受不住 是的,如如如貴人則是事如意 半吉半空虛無大礙 如被人佔以先手,則可能逢吉變空 都是這些 平平的 對 看看 摩擦平常 財難求 哈哈 村長在靈異村都不會發大達 我也說了很多次 找到一些交租 就繼續靈異村 好嗎? 忍生男最安樂,我真的生了男生 但是這樣 他跟你們說,如果你們養寵物 最近開始想養寵物的,就叫你們要小心 然後其他東西就沒什麼大礙 都很好 OK啦,大家平平常常 那就是我們七八九月 他說我們村應該不會發達 我也相信是 這三個月就不容易發達 好了 好,今天馬上就是 我們最近都有一些懷舊風 我們以往曾經發生過一些大事 那些事很多時候,你知道有一套 叫尋人記,對吧 其實過往的靈異事件一閃即逝 究竟它現在變成怎樣呢 那我們就可以看看照片 給你們看一間鬼屋 這間鬼屋是很有名的 我看看你們認不認得這間鬼屋 地帶都是它的這塊地 我們再看兩張照片 看看它裡面 嘩,你看到頂上滾下去 是拍不完 其中是站在一間屋上面 一望無際 我們再看一兩張 看看大家有沒有印象 我們知道我們村裡也有美國人 對吧 看看 很誇張 這個就是Wintersted House 就是一個叫溫切斯特神秘屋 一這樣說 大家是否立即有印象 都沒有印象 那我再說一下這個故事 你就有印象 這一間是位於美國加州的神秘屋 它是發生了什麼事呢 就是想當年就有一位 這個女主人 就起到她那麼勁秋 那這個女主人因什麼事 起到她那麼勁秋呢 就事敢的 她就是自己家裡 都是有點錢的出身 是千金小姐來的 那她就嫁了給一個 更加有錢的貴族男人 那這個家族就不是野小的 這個家族其實就是 發明了做步槍 做槍的一個家族 那所以呢 就是做武器的走軍火 就是玩軍火 就更加有錢 但是好景不常 在她年輕搖搖的時候 她自己的爸爸和她的丈夫 都過了生了 其實她和她的丈夫 本身是有生過一個 Baby Girl的一個女兒出來的 但出生不久 又腰折了 那所以呢 突然之間 就是她的人生 就是她的丈夫 她的家人 就是全部過世 剩下她一個人 孤婦寧丁 那她呢 那也有些靈異的 因為她是有找過靈媒 就有禮物 就是她找靈媒 我相信 都可能是想自己和自己的家人聯絡 或者和自己的老公說一下 因為她都是 既然她有錢 她甚麼都有 又不休生活 沒有事要休 那麼有空 死了 家人當然很傷心 靈媒來到 我不知道靈媒是堅定留 還是真有其事 不過你問我 又很黑仔 女兒又過了生 家人和老公又過了生 這個靈媒就跟她說 就是說 你的夫君 你的老公 因為她是做槍的 死在她們的槍之下 死了太多人 所以很多靈魂跟著你 你也是被人用無術 就是詛咒了你 所以 你是不會得到 這個幸福快樂 她們一直跟著你 令到她聽到之後 就很害怕 很不開心 她於是在她自己的大宅 找了十幾個工作人 日以繼夜不停地開工 裝修就是簡單 叫做改建 她用了三十八年的時間去改建 改建到1922年 改建到她死為止 她總之在生一天 我就不安樂了 我就是要花錢裝修 她改建 我們一邊看照片 又欣賞一下她的房間 她一路改建 改了120間房間 房間有120間? 香港的房間 三房都已經貴到吐了 你還要120間房間 對嗎? 只算到門 起碼也有500道門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因為她故意把 我們看回大宅屋裡的情況 是正常的 是一個很漂亮的大宅 一間房間 拍人家一間房 是不是? 很舒服的 一間古老大宅 但是她同時有些地方 改建得很古怪 例如 她有一道門一打開就掉到街 直接就掉到街 有些樓梯就轉了上屋頂 不能再走 也有些樓梯轉了去死角 轉方向場 有很多窗 有些門 甚至有些門打開就只有牆 什麼都沒有 很有趣 她的目的就是這樣 既然那些鬼跟著我 我就不停改建我的房子 就整到家屋好像迷宮 除了女主人自己之外 工人在打工的都會擋失路 我看看她們怎樣找到我 她就怕到最後害到她自己 所以不停改建 就要那些鬼擋失路 就改到大就很厲害 這間房子很特別 有些房子是給些鬼榴槤的 你會發覺這間房子 跟睡房和其他房子 設計風格是有少少不同的 有些房子 是故意用那個設計 就是給些鬼在裡面榴槤 樂而忘返 忘了找她 有些樂器 有些東西玩 是讓她們解悶 她們想到很古古怪怪的東西 又或者要那些鬼擋失路 在死胡同裡 我覺得她的想法也挺有創意 我不知道她是否精神有問題 或者患鬱症還是怎樣 總之有錢就是任性 就改到這間房子 用了38年的時間改建 你問到村長 那這間房子現在怎樣 其實是這樣的 這間房子在她死後 到現在為止 你看到她也有博物館圍著圍欄 其實她是被人參觀的 有些大隊的團隊 她們最誇張的 一天帶很多團 她們的團 可以給你錢 她就會帶你去參觀這間房子 導遊很厲害 她們有些小賊子 她們的房子也有地圖 她們研究了這間房子 那些導遊 她不是全家屋讓你走光 她有些危險位置不讓你去 但是她們的導遊很熟悉 她們的導遊會帶你去看 這間房子精彩的部分 還有鬼魂出現的地方 包括曾經出現過女鬼 在榴槤蕾蕩路的地方 在哪裡 覺得最邪惡的 詛咒她們的鬼在哪裡 她們的家人過世 原來她丈夫的鬼魂 也有在裡面 總之 超多鬼魂 很多古靈精怪的東西 導遊很厲害 就帶你走光 因為最近疫情的關係 因為她在美國加州 她在疫情的關係 最近好像沒有帶團 但過往是帶很多團去看 接下來如果疫情很轉 大家可以恢復自由 可以去旅行 其實可以考慮一下 去這間房子 因為她已經成為了旅遊聖地 而且很漂亮 你問我 除了這間房子之外 你看到外面的莊園 外面的地方 她一直都保持著打理得很漂亮 打卡性地又漂亮 如果你們去開加州 有些自駕遊 尤其是有親戚在美國那些 就掛去逛逛逛逛逛 也好 我覺得都賞心悅目 因為聽一下有趣的故事 村長上當年 去法國巴黎 去別人的大教堂 有些人在大隊 原來每一次大隊 我去過兩次 就要聽過兩次 不同大隊 有不同大隊的故事 很有趣 達文西原來有緋聞 古怪故事 Microangelo 所以我覺得你們可以去跟團 聽說一些古靈精怪的故事 都是一個非常好的介紹 不要打我 在村長疫情時才說這些 去不了 不要打我 如果我們有美國的村民 你就在那裡悶悶的 你開車去看看 另外一宗新聞 這宗是被詛咒 改建了現在成為了出名的鬼屋 因為它這麼有錢的鬼屋 你看到窗 還有沒有這間鬼屋的照片 我們先把所有的照片 你看到鬼屋來說 這間鬼屋很厲害 比富士級遊樂場 還不厲害 去一個小時 這個如果真的被你走 這個我想你玩了一天 你真的在裡面會當失路 其實它爬出去 人家屋頂已經可以走出去 這間鬼屋 真是四通八達 這間鬼屋 所以如果你被今時今日 可能有人打劫 很容易入到這間鬼屋 又容易躲 很多入侵者 這間鬼屋很危險 另外一宗就是關於 2017年印尼有一宗很古怪的新聞 這位女士叫做黎英 當時她跟她的家人去旅遊 在印尼那裡去旅遊 即是在他們本土旅遊 但是很景不常 你知道他們的島是陽光海灘 在海灘裡突然間被一個大浪 就把黎英的女生捲走了 一捲就失蹤了 家人當然很擔心 就到處去找 當局政府警察 他們找到一條女士 很符合黎英的身形 年齡 她的家人拒絕認識 不肯說 這個一定不是黎英 我的黎英一定是在生的 不敢去認屍 只是想承認女兒失蹤 不會是這條絲 她所謂的認屍 究竟是要簽文件認令 她們看了覺得不是她 她沒有刻意去說清楚 但就是說 她們覺得這個女生 不是她的女兒 她很相信她的女兒 還在生只是失蹤 但是一個月過去 她家人慢慢都要接受 她被浪捲走 被浸死 已經是不在人世的事實 就在她失蹤 十個月左右 她的舅父 就發夢 報夢 在夢裡 看到黎英 就向她求救 救什麼啊 舅父你來救我啊 你來回海灘 你接我吧 發夢夢到她三次 黎英都向她苦苦哀求 救我 救我 而且舅父看到她在海灘裡 救我 救我 舅父 舅父忍不住 把她的夢 告訴她的媽媽 告訴黎英的媽媽 和家人 她的媽媽 就覺得 一定是要救她 她一定是在那附近 和她的舅父 又找回家人 大家坐飛機 去她出事的海灘 因為她們可能是趕過去 當時她們到沙灘的時候 已經是晚上 已經天黑了 誰知道 在她被捲走的沙灘 看到黎英 就趴在沙灘裡 全身都濕透了 好像被浪衝上來 但最神奇的地方 是她穿了 她失蹤的三副鞋襪 但因為她當時身體很虛弱 她浸浪衝上來 她們就馬上報警 叫白車把她送到醫院 去到醫院 她神情外制 甚麼都不肯說 說不到話 很古怪 不是古怪的 可能是受驚 但她的家人 就去看她的三副鞋襪 正正全部都是她失蹤 當日穿的衣服 她們就說 很奇怪 為何會在她被浪捲走的地方 看到她被浪衝上來 她穿了一模一樣衣服 而且她其實 她報夢十個月 十個月來報夢 但她的舅父不是馬上去找她 知道嗎 她總共失蹤的時間 已經是一年半 一個人被浪捲走了 年半不死 然後就找回她 所以這一宗 成為了當局 覺得很奇怪的靈異案件 你信不信有靈異案件 你信不信有第四度空間 第五度空間 第三度空間 你信不信有這些東西 你覺不覺得 其實她是真的會被捲走 還是 還是陰謀 她被浪捲走 會被人拐走了 但是被人拐走了 又如何解釋悟夢 還有拐走了那個人 她怎樣給你一模一樣的三副鞋 然後趕回那裡 有什麼目的呢 是不是 所以至今都成為迷 還是這個女生捲走了之後 就索性離家出走 然後厭倦 就回來 究竟 但是又怎樣去說 她家人這麼巧合 又去那裡找回她 是不是 種種的疑難 我也有去想一想 你報夢這件事不能假 除非一起合起來 是不是 所以這個就留給大家判斷了 究竟她是發生了什麼 古靈精怪事 但是同樣 在2017年那時候 其實在東南亞 都發生了奇怪的車禍 這個車禍 當年我們也有說過 還有我們的手機 WhatsApp也封傳 就是說有一輛車 當她正想離開的時候 突然間有一輛幽靈車 突然出現 就撞了她 這條片又是太出名了 所以大家一定有印象 那時候就出現了一輛幽靈車 明明那個CCTV 就拍是沒有車 走到那個位置 就有輛車移動 這樣撞到她 有些人就說 那輛是幽靈車 同年份 就出現了 除了這件事 另外一件 就是幽靈車那件事 也很出名 我就覺得 是不是那一件圈奔奪著呢 我反而覺得 會不會有機會 有死角位 但是 這個真的解釋不到 但是 很難說 對 空間的東西 可以挑戰 有些人說 搭升降機 又試過 搭了很久的升降機 也感覺著升降機是動的 就等了很久 咦 為什麼 那一層樓還未到 那一層樓 那一層樓 然後我高頭一看 就看著升降機 也感覺著升降機 也感覺著升降機 但它倒下頭 想著想著想著 想著想著 等等等等 好像是等了很久 平時應該已經是 到了 還未到 一看 才覺得升降機 開始跳 再倒下頭 又等了很久 還未到 但是一直保持升降機 是平時搭升降機 在動的速度 這些就是空間的問題 好 有些鬼故事要說一下 好 今天先說一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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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還有一宗生物 這個留在後面再說 先說鬼故事 這個 是關於按摩店的 對 鬼故事 我就有去過按摩了 對 你有沒有去過嗎 有沒有去過斜骨 大家自己知道 我女兒當然去正常那些 這個就不是關於斜骨 是正常的桑拿按摩 這位男士 他當時 跟朋友下班 就說 不如這樣 就去打骨 打完骨 就順便剃球 咦 都好 那兩位男士就是 打骨 大家進去 洗澡後 帶了他 其中一個 他自己洗澡後 先 帶了他進房間 包著毛巾 就已經趴下了 穿他們的按摩褲 就趴下了 就已經按摩了 他沒有顧的朋友 這麼大個人照顧自己 但是那個按摩女郎 就問他 不要叫人按摩女郎 因為人家那個是正骨 不是斜骨 那個叫什麼 按摩師 按摩師 就問他 咦? 你朋友不按摩嗎? 那他趴在那裡 想了一會兒 他剛才也說 是他扭的 來按摩的 不是啊 他應該按摩的 你問問他 如果他不按 就不按摩 是不是他自己趴下了 就想快點按摩 睡覺 那他就說 好啊 那女人就 按摩著他 然後等一會兒 那他應該是不按摩 或者他是在等你 那他心想了一會兒 可能他想睡覺不舒服 有得他 他應該在大廳等我睡覺 有他 他不按就算 那他回答按摩師 那按摩師 好啊 好像很有默契 那他就按按按按 那一路按呢 一路發生什麼事呢 那我們part 2回來 告訴你們 親愛的觀眾 是不是很想買 羅永恆令義村的節目呢 那方法很簡單 冷靜一下 聽住了 首先你在我們的網址登入 那你就要用Facebook 或者Email登入 登入了之後 你就要選這個節目付費的方法 然後你在購買節目裡面 知道選我的節目 就是羅永恆令義村三個月 不要選錯啊 阿Jan說明是選錯了 不會是誰的 那選了我們的節目之後 你就可以選擇付費方法了 分別你可以用PayPal Credit Card 或者銀行入數的 如果你是用PayPal 或者Credit Card的話 基本上你一買了 就已經是直接 可以隨時收聽我們的付費部分 那如果你是用銀行入數的話 那你就要傳回你的入數指給我們 那我們就會幫你開通了 是不是很簡單呢 那還不立即行動